人生感悟 解读生命的意义 珍惜每一根稻草 西方有一则预言 沙漠中有父子俩 牵着骆驼 在经历了长途的跋涉之后 都已经疲惫不堪 干渴使他们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 而沙漠仍旧一望无际 这时父亲看到黄沙中 有一枚马蹄铁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 那是沙漠中的先行者的遗留品 父亲对儿子说 捡起它来吧 会有用的 儿子抬起狮神的眼镜 看了看 原来是一枚马蹄铁 心想在这漫无天际的黄沙堆中 会有什么用呢 儿子摇了摇头 没有弯腰 于是 父亲俯首拾起 放入衣袋 什么也没说 仍继续前行 终于 他们走到了一座城堡 在城堡中 父亲用马蹄铁 换下了五百枚酸葡萄 当他们再次走入沙漠时 干渴再次使父子俩的喉咙 冒出青烟 父亲 父亲此刻边走边吃 并不时抛下一枚枚酸葡萄 每抛下一颗 儿子便俯身捡起吃掉 为了这几百枚酸葡萄 儿子竟歪了几百次腰 东方同样有类似意义的谚语 不积溃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细流 无以成大海 故事的寓意 用现代人的话说 那就是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根稻草 在我们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 当我们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奋力冲刺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 被弃至于路边的一根根稻草 他们对于写取人生胜利之果的巨大诱惑来说 显得太轻贱 太微不足道 我们从未想过要拾起它来 就这样 一根又一根地错过了 而当我们拼搏的筋疲力竭浑身伤痕 在默然回首时 却发现路边的稻草 此刻都变成了璀璨的黄金 每一根都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神秘而又诱人 可是我们已无力反身 手中什么也没有捏住 常有并发斑白的老人教会青年 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根稻草 因为或许其中就有一根 是你将来的救命稻草 曾经某矿山的一辆客车 送矿工们去城里办事 汽车中途抛锚 司机下去修车之前 将车停在了一处斜坡之上 车道很窄 一边就是悬崖 大家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 突然 车身动了起来 并且慢慢地向后倒退 原来是电车轮的石头滑脱了 车子倒退得越来越快 司机却被关在车门之外 拼命追赶也无济于事 车内的矿工都惊呆了 却谁也不知道如何将车停住 眼看就要滑下悬崖 却喀得一声巨响 竟奇迹般地停了下来 惊魂未定的众人定睛一看 杀住车的却是车上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 是他放下小孩 俯下身去 用双手紧紧地按住了刹车板 一场飞来横祸就这样被化解了 闻讯而来的记者 问他以前是否摆弄过汽车 他说 不 我只是看过别人开汽车 知道哪是刹车而已 从我父亲口中得知的这一段故事 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让我懂得了 应该在以后的岁月中 去如何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每一种能力的培养 哪怕是雕虫小技 左道旁门 我仍不改初衷 一丝不苟地学习它 掌握它 今天我或许看不到它的价值 明天我也许仍旧看不到 甚至于在我一辈子永远用不上它一回 但我毕竟拥有了它 不知道哪年哪月的哪一天 它就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大学毕业 去深圳求职 在碰够了钉子之后 我站在了一家外企人事部的招聘桌前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用英语问了一些淡如白水的侏儒 你为什么要来本公司的套话 而我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之后 他点点头 拿出一个包装纸盒 问我 这是用来装什么的 我接过来 仔细看了看 外壳的说明是用英文写的 但关键词及盒子所装的内容却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单词 我傻眼了 脸憋得通红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瞥了一眼纸盒的另一面 另一面是对应的一篇日文说明 相关部位的假名正是我在熟悉不过了的 我脱口而出 葡萄干 招聘者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用手指了指后面的总经理办公室 我过了第一关 很多英语远比我流利的多的俊男靓女 却因为这个词而被挡在了门外 那时 我自学日语尚不足三个月 并且正准备放弃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